在佛陀时代1250人聚在灵散会上 我们今天应该也是差不多1250人 包括线上的人 所以我们有如在灵散一样 都在这个行菩萨的道场里面 风雨深信心 很感谢大家从各地 台湾各地来到 我们现场也有从台东来的 那个区委有到现场 他昨天好像10点 11点抵达现场 我们给他掌声 我们应该也有从澎湖来的会长们 他们有几位也在现场 从昨天班机很顺利的有抵达 那其他的是花莲台东宜兰 然后包括外岛 他们是因为整个班机交通的问题 所以他们在线上一起跟我们来学习 所以我很感谢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的出席 都是因为我们愿意做自己的贵人 也愿意做他人的贵人 那接下来我先介绍今天的语谈人 让大家认识 首先大家要记得名字 因为等一下可能会有老师来问大家 所以你们要知道 今天的谁是主持人 谁是今天的语谈人 谁又说了什么话 所以大家等一下要仔细的聆听 那么等一下我们才会在交流的时候 大家有更多的感受跟心得可以分享 首先我跟大家介绍周学文谈讲师 他也是我们中华古金人文协会的监事长 然后整个事业群的总经理 等一下他会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洪明玉老师 也是我们的谈讲师 然后也是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讲师 然后林洪玄协会长 中区协会的协会长 也是我们在地的大家长 林军顺会长 我们即将在越南胡志明市的会长 协会会长是越南第一个国际佛光会的 即将成立的协会会长 第一个 好那其实他们的人生 我觉得我很残忍 因为我只有十分钟让他们分享 他们这么惊涛骇浪的人生 跟信仰 首先我想请林洪玄协会长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都知道林洪玄协会长 有时候当我们略略知道 他的一切过去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传奇的人生 人生可以从黑道到佛道 甚至呢自己靠自己的努力 读完了南华大学的大学学位研究所 在今年也获得了南华大学的杰出校友 那我听说林洪玄协会长他在做干部的时候 当时分会改选 他就自己告诉干部们说呢 你们要选我做会长 他是自己推荐自己 要别人选他做会长的 那我想请协会长跟我们分享 是什么样的力量跟使命 让你发心愿意承担会长 我们热烈的掌声 我们秘书长 还有我们总主持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以台上的语台呢 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佛光干部们 还有我们楼上上面的 人中人们 大家提醒啊 刚才秘书长说我们是人中人 上人 真的是我们来为自己掌声一下 真的很有power 在佛光会里面就是这么的感动 这么的温暖 请容许我坐下来 我想刚才 绝多副秘书长讲说 当会长真的是抢来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前面当中 有一段小小的音缘 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我想在 让我接触佛光会之后 当然是翻转了 我的整个的人生 这一切都是归咎于 我们的幸运大师 有这一个佛光会的平台 让我接触到从地狱当中 在地狱门口里面遇见佛 真的是很感动 很庆幸此生能够来皈依佛陀 甚至跟佛光山结缘 才可以我后面这半段的林弘弦 也才有机会在这里跟大众来做一个生命的分享 在我记得 常常听说 来佛光会 做二天就要发心 发怨 正福电 那时候我都不懂 什么叫做发心 发什么心 原来后来才知道 才懂看的经文发无上心 发什么心 然后从来正福电 各位会长 你们去教会完的时候 请人家出来当义工的时候 有没有说出来种福田 修福报有没有 有的请举手 有很多 秘书长很多人都会有 但是真的有了解到 种福田修福报是什么吗 因为福报看不到 对不对 看不到摸不到 对不对 我以前我们的会长跟我讲的时候 什么叫做福报 福报我看不到 摸不到 屁没到 到底生意就是什么东西 但是只要你深入的佛光会 你慢慢你就能够体会 福报真的是修来的 然后我有一天那时候 我真的以会到了 什么叫做发愿 什么叫做发愿 我刚进到嘉义园无寺的时候 接引到金刚地球峰会 很多人送我的领带 送我的会服送我的什么海青等等 都是别人跟我结缘的 所以到现在我一样持续的更新会员人会结缘领带 一直延续下去 在原物是还都很不熟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很多人都可以约游览车回山潮山 潮山之后我们大师会送我们这个 设立子佛的设立子 有朝过山领过设立子的求举手 已经不多了 在场已经不多了 所以我的年资算有一点点 所以那时候我就发愿 我也要潮山领受设立子 但是这个设立子 我觉得我听到很多朝拜设立子的功德 这么多这么大 为何我不把设立子送到监狱里面的佛堂 我觉得把设立子在我们家里面当作存家之宝 然后送到监狱里面 让更需要的人来朝拜来领受功德不是更好吗 我当下就发愿 我要约车 但是那时候很难约车 我也不懂认识的博光人不多 我就利用在共修的时候 在当交管义工的时候 在门口赶快约人 你来坐车好约 很奇怪发这个愿之后 好多人的来成就 各位知道吗 我第一次体会到 发愿三天 结果突破两台游览车 只有三天 这是我第一次的体会到发愿的这个成效 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这个设立子送到监狱里面 但是在监狱里面 送到监狱里面 把设立子安坐的当下 我又跟监狱里面的同学发愿 有一天我会回来当部教师 有一天我要回来告诉你们 人生的道路上 有另外一条很光明的大路可以走 我们人生可以选择很多样的生活的更多彩桌子 更正确的一个人生观的大路 我在佛光会里面找到了 我跟各位同学讲 我发现我有一天要回来当部教师 但是回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院好大 因为当下的时候 要当部教师一定要当过会长 一定要承担过重要的干部 当下我什么都没有都不是 刚好那一年要选会长了 我也当过副会长了 我跟我们所有金刚峰会的师兄讲说 请大家来成就我一下 我要接我要当部教师 所以我一定要接会长 拜托拜托 请数票啊 请大家几票啊 那时候我就像选举一样一直拉票 一直拉票 但是我们已经有会长要承接 我们那时候当下金刚峰会 有另外两个 两个要接会长的 跟我是第三个 大家都我人生的规划都已经规划好了 你没带没带又出来去唱 我不是唱 这乎佛一定要用唱的啊 不然这样嘛 我们就是公开的选举嘛 我们以投票嘛 我们佛光会是投票制的嘛 来 我们就用投票 我还是私底下一直去拉票 结果开票的那一天 各位我赢了一票 有三个竞选我赢了一票 但是我还是很客气的谢谢大家 我就是要做会长 但是接了会长之后 发现了有很多的观念 我开始学习讯息 从各位我的会员当下 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 甚至因果论 我对以前的因果跟目前的因果 完全是不一样的 过去的我 我只想到我要什么 就是要什么 后来才发现 协会长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LINE 就是打个电话 跟会员聊聊天嘛 今天好吗 聊一下之后 就赶快告诉他有什么讯息的嘛 当时也能出来做仪工 请你出来好不好 一次电话没有 两次电话没有 我说临情 第三次他就马上出来了 不然你又叫我这样 不然也不好意思 然后他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告诉我 赶快我们就网罗了 以后他慢慢的就 一直跟我们一样一个发心 所以说当会长 其实这个福报 真的是用争取来的 抢来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会长 真的是 啊 我就担退休了 我就担孙子太大了 我就担怎么担开了 真的担得到座面 真的是这样 但是接会长之后 这一种福报 这一种福报真的 我觉得这个会长的福报很大 我因为接过会长之后 我曾经平临死亡 在工作的场合当中触电 整个水塔漏电 我被整个水塔吸住了 整个吸住触电 然后在一种人生的倒带里面 人说最后一个 最后一口气啊 人生会倒带 会回想到以往 真的我都经历过 那个速度好快 人生的倒带好快 但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你以前做过什么 哎呦 前面一个黑白的影带 威飞扇做 黑白做 大航大事 黑白做 做得看得要怕死 然后一个彩色的影带 看到我在佛光会 看到我在大雄宝殿 合掌跟着菩萨说 我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为什么我会这么难 我是想要脚踏实地的生活 我的方向在哪里 那个影像都看到 也看到我背着我妈妈在潮山 那时候我非常喜欢的潮山 但是有一个荧幕非常的重要 就是看到什么 真的如愿的会长交接的肩大 劈到我的肩膀上面 我真的承担会长 看到我的影像会长 劈到上一任的会长 劈到我的肩膀上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骄傲 我不会觉得什么担子还是承重 我没有 我觉得很有荣誉感 我要为大众来服务 我可以跟法师们跟师父们 跟星明大师共同的来推动法人 我是其中的法里面的一份子 但是那时候我触电 我知道平临死亡 我内心我就跟菩萨说 阿菩萨 不好意思 这世人我没有办法如愿了 没有办法这样子承担会长 来佛工会里面学佛 这样子来服务别人 我喜欢偶尸人来 好了 就是这个念头 突然我就闪过这个念头而已 因为我身周遭旁边已经有佛菩萨 但我们佛光山的 我们的大悲殿的观世音菩萨 在我身周遭一直绕 还有圆武士的后面的观世音菩萨 也是在身边一直绕 绕到后来我看到一个圆武士的后臂 观世音菩萨后臂有大悲殿 那时我刚在学念背大悲殿 然后我就看到大悲殿 很自然的就念出来 拉 摸 喝 三个字而已 感觉我的手背跟腰部 整个背拉下来 被救下来了 当下我看到所有的影像 背拉下来 我看到我自己躺在水面上 原来是水塔漏电 水上面都是水 已经漏电很触电 我就赶快爬到旁边 真的 然后我就觉得想说谁救了我 那个是在一个学校 然后我就笑到办公室里面 跟人说不用叫去我车 我人好好不容易 但是奇怪 好像现场的人都没有 感觉没有这回事 没有人知道我发生什么事 我就明白了菩萨救了我 真的是菩萨救了我 我当下马上跪地合掌 感谢佛菩萨 回到圆武士的时候 我们住此觉法是更奇怪 他看到我 你今天发生什么事 他马上知道 我就马上告诉他 他后来他问我说 你知道是什么救了你吗 因为你当下的那一个善念 你当下那一个想要承担会长 想要为别人服务的那一份的善念 那个力量 信仰的力量救了你 当下我明白了 我懂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谢谢协会长的分享 再开始我就问协会长说 我觉得你的一生应该是业力跟愿力的挑战 他是两边不断地在拉扯 他跟我说是的 他说有太多的业力在拉扯的他 而且他是清清楚楚的知道 他不断地有恶的业 不断地在拉着他 可是他却用着善业跟愿力的 不断地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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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愿力就像他分享的 我要把设立子带带回 今天说我要做会长 因为我要做监狱部教室 因为我要为更多的人服务 因为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在不断地愿力的发愿 去让自己的业力不断地去转 不断地去转 而且他必须比我们 还要多几百倍的那个力量 才能去翻转自己的生命 那我们也谢谢协会长 这么精彩地跟我们分享他的信仰 接下来我想邀请林金顺会长 他是我们即将在越南胡志明市 在今年9月份会在发展 阿水市正式受政成立的越南胡志明协会会长 他在还没有担任会长之前 今天先来跟我们分享 那我想请教会长 他事实上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佛 他在西来寺 也有接触过我们的西来寺 然后跟佛光山结缘 那时候他还是青年 那一直到后来现在回来 台湾也在越南有做一些事业 那也一直都有参与法会 可是他的因缘很特别 他是一直在大师原籍之后 他就想到说 人间佛教这么好 怎么我们在越南没有 就是他就想说 自己发愿要把这个人间佛教 能够在越南来弘扬 所以我想我想再请会长来跟我们分享 到底是怎么样的力量 让你突然在这时刻去有一个念头 然后发了这么大的一个愿 我相信其实我们会讲 就在越南成立就这样子 有什么 可是大家知道当一个国家的法令不同 而那边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 还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法令等等 可是他却不放弃的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来有请林会长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秘书长 副秘书长 法师 各位佛光人 大家吉祥 这个 所谓所有的事情 都有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坐在塔上 跟这么多人分享 老实讲 我心里很紧张 所以 请容许我坐下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谢谢 我是在1998年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进入了这个西来士 那为什么会 会在加州念书 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我是为了西来士选学校的 我当初选 呃研究所是以西来士为中心 30分钟的车程范围里面去选所有的学校 那呃也很庆幸的呃给我一个机会 我就呃申请到了这个加州州里大学在普莫娜的本校就读 那这段期间里面呢 呃我们每天早上呢 呃都会到西来士去上早课 那也从那个时间里面呢 呃接触到了真正的这个呃佛光会 佛光山里面的所有一切的事物 那那个时间点呢 呃是 慧传法师 是呃住持 那在之前刚进去的时候是慧龙 呃呃池龙法师当住持 所以那个时间点里面呢 那个呃慧传法师在带领情况底下 我们的青年会实施在这么的活泼情况底下 我们呃也做了很多这个呃活动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呢 呃我们呃只是在跟随着 法师做青年会的一些活动 事实上我也没有呃特别的有其他的想法 那在念完书之后 呃呃 加入了职场 那职场之后呢 呃 也就是每年也就跟随的也还是会回到 佛光山里边来做法会 那只是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呃时间 一直都过去了 一直到 呃呃真正到 回到这个本山来做法会的时候事实上我那时候呃 有看到 所有佛光 人 义工法师为了水路法会 张如 忙碌 然后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条件 很安心的条件 很舒适条件来进行法会 其实 呃对我内心来讲 我有第一分的感动 呃 法师曾说啊 感动其实是最美的世界 人间至宝 在这份感动情况底下 我曾经呃在朦朦朦朦朦朦的这个感受当中 有想说 我是不是 呃 也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还是我能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这是一个启蒙 呃 并没有真正的在 呃 实际生活里边 萌芽 但是这个念头一直存在在我心中 那 一直到 呃 呃 大师冤己 我突然惊觉到 嗯 呃 我们 所谓的这个 大三 离开我们 所以 呃 对不起 我们每次讲这个都会有点激动 不好意思 所以大师 涂皮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我也起个大早 嗯 从台南开车过来的时候 是有看到很多佛光人 很多 嗯 弟子 信徒们 很自动自发的 呃到现场呢 所有的秩序都是非常的良好 那 那 那家也都在礼拜里边 帮你这个大师最后一次的这个巡礼 所以啊 呃 身为一个这个 呃 佛光人 事上 呃 其实那时候的感动是 非常的深刻的 非常深刻 嗯 所以 那时候 我想要做一些事的 心念就更坚强 但是 但是 也没有想到说 我能做什么 我该做什么 一直 也是到了这个 呃隔了一隔了一年 呃我们 呃又回 回到本山 哎 来参加这个 法师一周年的这个缅怀 仪式 我在宗祖殿里边 呃 看到大师的 法相 那个帘子一掀开的时候 呃 这个无名的感动又更重 我一看 大师没有离开我们啊 大师在这里 然后我看着所有的 呃 这个大师一生的这个 这个简介 这个这个录影带 影带里面 我 看到了一件事 我看到一个人啊 呃 真正这是 人间佛教的行者 我看着 毕其一生 都是在为 大众着想 所以 呃 一份感动 莫名品妙子就 溃体了 所以 我那时候很深刻的问问我自己 嗯 我能为 我刚才想做些什么事 我是不是 应该要做些什么事了 但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所以啊 啊 在之后 所有的人都到这个火馆去用餐 呃 也等着 用完餐之后要去看这个呃 由 菲律宾大学 光明大学所用的这个 呃 虚音大 虚音大师传 的这个呃 表演 在当下呢 我刚好坐在一桌 那这一桌上面呢 也有这个呃 炉长法师的母亲 还有一些法师同桌 啊 我就好奇问了一下 嗯 越南没有佛光会吗 嗯 他们说 没有 呃 在我内心里面起了一个念头 那为什么没有 那我能不能 在越南 创立佛光会 就这一个念头起来 呃 事实上给我无比的力量 我愿意承担 我愿意承担 我想哦 我 我是一个呃 可以说在佛光会是一个 也不算新鲜人的新鲜人 很多东西对我来讲都是第一次 包括 坐在台上跟各位分享 这也是第一次 嗯 嗯 所以 开创佛光会对我来讲 在越南也是第一次 呃我不晓得我会遇到什么事 但是 我坚信 呃 在大师的这个理念的引导底下 呃 还有我们有一个很坚强的 佛光会的支持 我想我应该是 可以这样去住 那 刚才中间也遇到很多事情 包括 呃 我们曾经跟这个 呃越南政府的 呃这个文化部的官员会谈 呃 我想要在这边成立 然后 呃办执照 呃我所得到的是 三个字 不可能 那我问说什么叫可能 他说 就是不可能 好 好 啊 那我们 就从不可能开始 那我就跟他讲说 呃 我们呃 公司也在越南 呃十几年 每年 都固定的有在做一些慈善活动 那我可以 一块做这个事吗 他说欢迎 好 那我就说 呃 那我可以跟着 这个协会 呃的名称一块来做吗 他说 呃 因为 过去期间里边呢 曾有韩国的 呃团体 然后 最后 因为呃 呃 做了一些政治上的活动 所以很多人被抓去关 然后他说 希望我 能够放弃这个念头 呃 我很明白的跟他讲 说 我没做 我就没有机会 我不怕一年两年 但是我一定要走下去 我说要做给你们看 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光会在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让你们看到 你们能了解 你们能就能够接受我 所以 他 拗不过我这个 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讲话 最后他就跟我说 那你就做吧 好 但是我们还是不会给你执照 但是 呃 我基本上已经很高兴了 呃 基本上 我就是要做 我要做给你们看 这也就是 呃 法师 事负上能给我的感动 一辈子当中 我看到的是 从来没有一件事情 对他来讲是顺利的 但是他的坚持 成就了今天 那也是 各位法师的坚持 成就了我们 所以说 我在这个感召景观底下 嗯 我 愿意承担 我容易了解什么叫做 我叫靠我 我必须承担 我要做 谢谢 我们谢谢林会长的分享哦 大师在的时候常常问我们说 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哦 在大师园集之后 林会长问了 那我可以为大师做什么 我可以为佛光山做什么哦 所以我想我们要一起发愿哦 来成为 人间佛教的行者 来追随大师哦 那么林会长你放心哦 我们你今天出席了我们 讲席会对不对 现场有五百多个分会的会长 好对不对 我们会成为越南协会的后盾 这样子哦 他们应该也都很欢喜 可以去那边 接下来我想邀请周学文谈讲师哦 事实上在12年前哦 2012年 一场的大火啊 把周谈讲师的一个TPU的一个工厂 全部都烧光光了哦 我有时候在想 我不用经历一场大火 可能一个生病就让我已经退转到新了 可是这一场的大火 不但没有烧退周谈讲师一家人的信心 反而在大火的时候 在他最辛苦 最公司最困难的时候 他发愿承担了 北方分会的会长哦 我们给他掌声哦 甚至在他退休之后呢 事实上他很年轻就退休了 因为他说要好好做人生的羞耻 要自修这样子哦 那听到常驻呢 还有大师知道 佛教未来必须要有佛教的事业 因此后来我们成立了中华古今人文协会 谈讲师也发愿了发心 担任了首任的理事长 现在是监事长 甚至呢他们有我们有一群的干部督导 在协会里面帮忙 就把大师的献给旅行者365日这一本哦 在成立到现在 已经翻译成16种的语言 送到全球的饭店 我们给他们掌声哦 我想这有太多令我们能够很尊敬很敬佩 也很感动的愿力跟使命 我相信才能让他们一路能够持续的发心 我们请周谈讲师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主持人绝多法师 各位语谈人 各位法师 各位佛光干部 大家吉祥 今天很荣幸有这个因缘 来跟各位分享 这个人间佛教的信仰 那今天这个题目 佛教靠我舍我其谁 刚刚绝多法师有问是什么力量 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 就是对不起 请让我坐下 其实就是人间佛教信仰的力量 还有当一个佛光人的使命 一直在支撑我来协助常驻 来推动弘法立身的事业 那各位佛光干部 我想每个人都有你特别 信仰人间佛教的因缘 那今天很欢喜来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信仰人间佛教的因缘 那当然我们的大师 敬爱的大师是我佛法的起本导师 这个要回缩到大概36年前 那个时候我28岁 那想要去美国念硕士 那有半年的时间在家里 那我家里因为我父亲的因缘 家里有很多大师的书 爵士 寻刊 菩提树 博光小丛书 那半年我看了很多大师的书 突然间我就看懂了 看懂了佛法 那觉得佛法很好 那时候就大师讲了 开始发真上心要来修学佛法 那这是36年前 那我去 我去美国念了两年硕士 就决定回来 我有考试博士这个考 但是我实在 决定要回来台湾就业 然后1990年念完硕士 回来以后就开始工作 那想办法要找到老婆 要结婚生子 那时候我母亲跟我讲 你要吗 就去念佛学院准备出家 不然就是要找到老婆 那我是我没办法这一辈子 那这个是我后来 也感谢我同修 苏美师姐愿意嫁给我 因为我跟我同修是相亲认识 三个月以后就结婚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愿意嫁给我 是因为我父母在家里是吃素 所以要感谢这个我父母的姻缘 我也有找到一个老婆 这是1992年在钢山讲坛前生 钢山念佛会举行的佛话婚礼 那时候我父亲有请到这个 那个平和尚 第四任主的住持平和尚 来跟我们证婚 那时候我们钢山请了七十几桌 然后我同修那个屏东也请了七十几桌 我就都坚实要要吃素 那这是将近三十年前那个相配我们全家 我有两个弟弟中间是我的父母 后面是我唯一的妹妹 然后后来就念佛学院出家 叫绝度法师 已经出家三十几年 那这个是在五年前在法国法会的时候 有碰到我妹妹绝度 那这个是在五年前在法国法会中心 各位有去沙巴可以 可以去到那边参访 然后这个是沙巴 那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 那这个是我 我们组了一个佛话家庭 我也鼓励我的小朋友 他从小就送来这个福山寺 参加这个统军团 然后 然后我们有活动的时候 这是捐血活动 我们带着他要习惯这个佛光会的活动 然后有拜这个良望法会的时候 我这个小朋友小女生 也从小就带他来这个习惯 这个诵经习惯法会 那后来也很感恩 他们现在也长大成人都在工作了 都在台中工作 那这几年也跟我们回去 参加全城的这个水路法会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我参加佛光会的音源 我参加佛光会音源也很特别 我父亲周罗翰 他是钢山分会的创会会长 那我其实一开始参加佛光会 将近十年 我是一个人头会员 我父亲帮我加入钢山分会 我从来没有去参加过活动 一直到2001年 我把会集从钢山签到 张花北方会才开始 那时候承担副会长 开始参加佛光会的活动 为什么2001年会签上来 这个要提到我创业的音源 我1997年 我30几岁原来在台北工作 但是那时候我大学同学就邀请我 要来彰化创业 那时候说 那个野心很大 想要当老板 结果创业的前三年 每一年都亏几百万 这个公司几乎要倒闭 那这个那个时候 也不晓得怎么办 还好我母亲也是我特别重要的三知识 他来从钢山到彰化来看我 他说你当老板的福报不够 公司要赚钱不容易 所以他那时候就带着我到彰化 五三四 那时候是满征法师 请满征法师给我开市 满征法师说 你每个月就来拜执杯三杯水上 第一步先忏悔消除业障 第二步要来当医工 然后那步师见识 那修补修会改变命运 那我那时候也很老实的 听那个也很乖的 听母亲还有这个满征法师的话 我第一个义工就是相登义工 第一个义工 那时候满征法师相登义工是南宗 那是2001年在满征法师当相登义工 然后接下来这个2001年那一年 对我很重要 因为我开始发信来拜占 然后在做义工服务大人的时候 这个又当了11年的副会长 这个公司突然间就转亏位赢 然后那10年 我当11年副会长的期间 这个公司成长了大概30倍 30倍 那这中间2008年 也获得了经济部的小巨人奖 还有2011年也获得了 这个优良商人奖 经商奖 这是2008年第12节的小巨人奖 然后接下来是 这个是2011年 这个有获得这个经商奖 优良商人奖 那这一年是有到总统府 那个我们那个时候肖万长副总统 也接见我们 然后再来是 其实我进到总统府 三个月以后出来 隔年的1月29号 我整个工厂4000多瓶 就一夜之间就被烧掉了 那时候人生就好像从这个天堂 就吊到地狱 因为人生第一次进到总统府 觉得我还采摘云端 这个名利 这个世间的名利感觉都有了 但是佛法告诉我们 我们当时有个佛教徒 要小心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无常苦空 这个世间一切都暂时让你拥有 那一个火灾对我是 佛法有一个深刻的体验 你不要 佛法讲的都是真理 然后这是当初火灾的照片 它烧得很严重 4000多瓶一下子 烧了两天两月 一下子就没了 然后那年也特别 大师送给我们的墓 叫隆天忽佑 就贴在守卫门口 还有办公室门口 但是后面就烧得很严重 我们当那个厂房后来清理 卖废铁就卖了1000多万 一公斤几块钱就 废铁就卖了1000多万 那烧得真的很严重 好 那但是这个其实这个火灾 我后来想一下 佛法讲的是我的善知识 他告诉我们 这个人间 人世间就是无常 你要掌握你现在拥有的 要珍惜因缘 要来发心利愿 精心学习佛法 护持佛教才是真的 那接下来我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承担会长的原因 其实承担会长 就是因为那个火灾 因为那时候我五任的会长 我当了11年会长 每次会长叫我要接会长 我就说我也忙 因为那时候每一年 我要出国大概30次 每个月都在出国 我大部分时间也不在台湾 真的不容易 我们85%都外销 我同修数位 是久说你工厂也烧掉了 也没有东西卖了 你就不用出国了 就发心接会长 我也真的很听话 我就发心来承担会长 然后再不接会长 往生也没机会了 他看我们就这样 我发心呢 当然很不可思议 我发心接会长 这个突然间 那个2012年1月发生火灾 我10月选会长 当然是就我一个人选 我要接会长会长就很欢喜啊 当然就当了会长 但是当选会长 对我来讲很不可思议 因为当了会长以后 那三个月每个月活力再创新高 那隔年的1月正式接任会长 那2013年2014年是我公司成立17年来 最赚钱的两年 我当会长两年公司特别赚钱 这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想到的 那这个是 那当然这个是后来我回想了一下 其实这个当会长 你要恢复不容易 但是还好大师告诉我们 三好四给 平常人家伯伯法的信仰 我们要去修福修会 这些很重要 平常过去十几年帮助的 这些你的股东员工 你的供应商 机器供应商 原料供应商 你的客户 包括银行的经理 平常都跟他广结赛源 后来在那一年统统回来帮助 所以公司恢复的很快 恢复以后特别赚钱 所以大师跟我们讲 布施看起来是给别人 其实是给自己 只是帮助别人 其实暂时放在别人那里 最后是帮助自己 后来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 后来因为这两年恢复的很快 而且公司又再次大幅的成长 所以全国商业总会 又推荐我们公司 我第二次获得这个优良商人奖 2014年又第二次获得优良商人奖 那这一次有进到总统府 有收到买一酒总统的接见 那这个 那2015年我就 我那时候我就先任会 因为那时候我后面有三个准备要接会会长 所以我当一任两年会长我就下来 因为后面已经有三任在那边等了 所以我就交给我弟弟 我鼓励我弟弟来接会长 那2015年我也感谢总会受证我谈讲师 然后 2016年也跟着我们绝脱法师带领我们去纽澳寻讲 还有2017年 感谢秘书长带我们到日本东京 人间佛教生命转案处的论团 然后美加地区的干部讲席 然后美国佛罗里达协会的论坛 然后这个美国希莱斯的论坛 我这一年 这个全世界跑了很多地方 要感谢这个秘书长还有绝脱法师 带领我们很多的谈讲师 还有宣讲人到全世界去参加论坛 那 谢谢大家 这个2017年这一年也特别重要 因为我其实这一年我那个秘书长有一天 就说常驻要请我发心来接任这个 中华股金认为协会的理事长 那时候我说我能力有限 我 我当然我一开始也拒绝了 不好意思 但是后来 后来这个不好意思 我同修跟我讲 以后常驻判你任何工作 你都不能说No 后来我又很勇敢的 把他承担下来 要跟大家说明了 这个2017年 你看2012年发生火灾 其实2012年发生火灾之前前三个月 全国 那个全世界最大的化工集团叫BAS 德国巴士务公司 派了一组人来我们台湾 拜访我们公司 目的就是要收购我们公司 要帮我们公司并购 那但是 三个月以后发生火灾了 公司都烧掉了 他怎么并购 这不可能都没办法了 后来 过了一年我恢复公司 公司恢复的更好 更赚钱 经过一年以后 他又派了一组人来 确认这个没有问题 后来又经过两年裁判 2015年正式把我们公司收购了 台湾的公司还有大陆的公司 我就公司卖给他 我就专心要退休了 来修拜法会 修福修会 但是我当两年的顾问 他又请我当两年顾问 2017年我才正式退休 但是正式退休那一年 也很特别突然间那个民事长就找我说常住 我特休那一年就 常住希望我要发心来接任 啊 那个佛光会 这个常住的工作 这个是因缘也很 坦白讲不可思议 这个 这个我同时又 那时候民事长说 大师希望我们这个协会 未来要送很多的书 需要很多的经费 希望我们在家居士要成立一个事业单位 然后来经营事业 来卖东西赚的尽财 就要来全部给协会来运输 所以我那时候也很勇敢的 承担了这个事业单位的总经理 也那时候刚好我就退休了 然后专门来接这个总经理 也是做义工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后来这个这几年 每一年这个事业单位也有成长 感谢各位会长 那个会员单位的时候 回来跟我们事业单位买结员品 其实这个买结员品 所有的进财收入都是在送书 所以财布施最后会变为法布施 很感恩大家 这个公司也在成长 所以我们几年前也搬到一个 入港更大的地方 也请我们中区总助持 决局法师 还有我们福山社主持 决局法师带了一百多位博光 来跟我们洒劲 那当然这个是这一路走来 其实刚刚讲2017年 这个这个是 那那那要卖给那个公司 其实有一个有一个插曲 我跟那个他们派了比利时的一个干部 在香港谈了好几次 那最后一次 因为我给他提了三次价钱 公司特别赚钱 后来最后一次我都不晓得怎么办 最后我在那个香港的旅馆前一天送了两部地藏金 回向给他 我说拜托你啊 不要找我麻烦 我们大家隔退一步 我也很诚心的公司卖给你 我就专 我就专心退休了 后来那一天不可思议进去以后 平台之前都要开两三个小时 那一天只有开10分钟 一进去那个比例时间一坐下来就说 周总我们已经谈判好多次了 我们公司也很诚心想要把你们公司收购 所以你我们就完全照你的条件 所以我那个我带去的那个律师 会计师干部都吓一跳 后来我吃饭 所以我就跟他讲 这不是我很厉害 这地藏金真的不可思议 我送了地藏金 我一下给他 他就完全照我的条件 那个 很欢喜跟大家分享我学佛的意言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谭讲师的分享 事实上 我觉得一个人在面对这么大的风暴的时候 还可以如常的生活 我记得他也说他在大火的时候 他的师姐 苏美师姐隔天一样的带孩子去上学 所有的生活 一样正常 因为他们就是深信 他们一辈子就按照大师告诉他们的三好四给 要广结善缘等等 他认为 他如果是照顾佛祖佛祖 不让他 要不得 所以我想 这也是我们所有佛光人 都是这样子如实的在做的 而古今人文协会的创立 事实上也是大师希望佛教未来要有佛教的事业 而这样子的一个事业 大家看似好像是 买了今天的好像是面 益生菌等等这些 这些商品 那事实上 周坦讲师他有做非常严格的把关 他会确认 对身体各方面很严格的确认 他才会让他在古今 而这些古今所有的商品或这个事业的银额 就如他所说的 全部回到给协会去做了365的翻译 是不是翻译要一些费用 包括全世界的印制等等 甚至到全世界发行 我们谢谢周坦讲师的发行跟他的分享 接下来我想邀请洪明玉坦讲师 洪明玉老师 他事实上他是 大家看他的发型蛮帅的 他事实上他是西格造型沙龙连锁店的负责人 他是做那个美容美法的那个 所以有时候我们同仁不是很好看的时候 都要送给洪老师帮我们改造一番这样子 那事实上他也是刚好在古今成立的那一年 2017年 那也是听到常驻有需要 就是我们本来有一个香海旅行社嘛 但是我们都法师不懂旅行业 那老师就想到着大师这么希望这个旅行社必须要有更好的运行 他就想他就打给绝胚法师吧 就说那我愿意来做 我愿意来试试看 可是我不懂旅行业 因为他是做美容美法的 但是他说我不懂 但是我愿意从零来学习 他从零开始 然后到现在对所有的航空机票旅行社的所有美美咖咖 他完全辽落指掌 甚至成为我们很多道场 我们佛光人的海外旅行义工的 这个旅行要咨询的发行义工 一直到现在他都还在做这件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也问他说 老师大师有交代 就是不能让你们做义工 我们愿意支付薪水 那时候老师只回我们一句话 这是我跟我孩子的承诺 我已经告诉我的孩子 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要用我的身教来教育我的两个孩子 其实在这一次北区水路 我看到他两个孩子都长大 我还蛮感动 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完全独立 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美国读书了 我相信一个父亲的身教 确实影响着他们的孩子 我比较佩服的是洪老师的EQ管理 每次我们遇到很困难的 包括几百人的 包括在短时间几百人的出国旅游 有好多的交通时速要去克服 对不对 那老师的EQ管理非常的好 当我们都已经冒火 火冒那个都已经冲到天的时候 老师都还可以笑咪咪的处理 而且能够帮长住EE的突破 我想请老师来分享一下 这么从2017年开始 当然在这个之前 他已经发心是谈讲师 走到校园去做各种的很红法 那在2017年 他答应长住要帮忙长住 这个旅行业的这个工作 一直到现在 即使他工作这么忙 他遇到任何的case 他就是接受 然后即使再怎么样困难 他都是E的克服他 我们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是什么样的力量跟使命 让您愿意做这件事情 好 谢谢师傅们 还有我们在场的精英干部 火光能其实很简单 就是跟着做 就是学 所以我现在可以坐下来了 刚刚都站起来 我想我要先说的是 刚刚学到决居法师说的 大师说什么 不敢说不要 然后也学到了洪玄协会长说 拜托请给我当会章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亲身经历的 就是在人生其实应该都容许 自己有一些冲动 只要不是做坏事 因为这个冲动的背后 你会发现原来 有很大的力量来支撑着你 那我今天也看到了几位青年 有馒头 还有预言 还有侍勋 因为这些过去 真的也感谢我们秘书长 绝配法师 给我很多跟青年互动的机会 那我看到好多好多都已经出家 当师傅了 这几个没有出家 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未来坐在我们前排 我们这里所有人的干部 我想这是一个让我们很欢喜的场面 那我觉得佛光人 其实你要说 他的使命是什么 不如我先说 这一生 不管大家有受过什么奖 就像刚刚我们学文理事长 他几次跟总统握手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羡慕 不过我要告诉各位 那些奖都还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就是我们这件黄色背心 这不只是终身荣耀 还会是护身福 你一定要相信 那我想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就是其实 会有这个信念很简单的 因为佛光山 佛光慧就是我们的家 就像今天 如果万一像昨天的台风 做了淹了水 师父说 我们来感觉 我们来出来 我们要不要去 一样的 因为那是我们的家 那刚刚 绝对法师有说 在2017年 其实我跟 学文监事长 我们是同学了 因为那一年都有 很荣幸受邀 去参加一个筹备会议 就是古今人文协会 那当时讨论了很多议题 最后我懂了 这个协会希望呢 大家把我们365大师 这个信念传播到全世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红法 但是我们需要经费 不能只是靠人家捐款 我们能不能生财 然后大家都在想要怎么赚钱 要怎么来经营这个善的事业 后来我就问了师父说 我们相爱旅行社应该是盈利单位 他说是啊 但是这成体以来 好像大家在这一方面还在摸索 让我就跟师父说 师父啊 我不是旅行社 但是我很爱玩 所以是不是也有机会 让我跟我们里面的小姐上上课 其实我只有说上课 我没有说要当总经理 在隔天的开会 我们秘书长就说 我们跟大家不打一个消息 就是极致起我们红明玉 担任我们相爱旅行社的总经理 您知道这个宣布呢 我当下还是很沉着的 没有丢脸的 现在讲我什么时候说过 但是我记得在2004年第一场 我们山上办的阅读 全民阅读研讨会 我很荣幸 师父派我什么都不懂的人 去担任了师姨主持人 那那一天在开会的时候 我学到了我们佛光山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叫三不一没有 我说什么叫三不一没有 我就刚才写下来 一个就是不辩解 不推脱 不逃避 没有理由 所以我学到了什么 就是我把它记下来 一直到现在都在修的就是 不能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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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人教你逃过 那我就说 我也很开心的接受 大家给我的鼓励 那尤其我记得 有一个人叫胡立慧 也是我们的谈讲师 也是古今能文协会的 护执行长 他更积极 那个积极是因为 他当时代理了湘海旅行社 所以听到有这么一号人物 他使尽了权力在推荐 那隔天 当天晚上我还记得他还抽了什么大师的人生普世 然后台照给我看 哎 是真的耶 你是观世音菩萨派来这里写的 对 你知道我回去 好像很难有兴奋的心情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 结果隔了几天呢 又听说有我们华航的总经理要来拜访 那师傅说一定要跟他们认识 因为他对我们很有帮助 结果一坐下来就很大方的说 那总经理我们这里呢 也想说最亲要办一个活动 就跟你订了两百张 我们要去韩国的票 其实那个大方呢 我想不要让师傅丢脸 但是两百张之后我就问 哎 那个胡执行长啊 这两百张怎么笑 啊 简单啊 我们的婚会那么多 我说是在婚会 十个 二十个婚会的两百个 所以问的啦 特朗的啦 我名单给你啦 你知道很轻松 我在想怎么都不对 你知道 因为平常你们都忙得这么辛苦 怎么可能会那么容易有这个时间 所以果然我就问了第一个会长 哎 不好意思啦 我们后期啦 在那边什么时候要参加什么活动 活动活动活动 后来我就知道 原来胡执行长是给我信心 给我希望 给我欢喜 那你知道隔天叫我去上班的时候 更快速的把位置都清给你 你知道恨不得赶快交接 结果我还摸摸我的椅背的时候 他人不见了 真的 非常有效率的撤退 但这个椅背我知道 你的靠山是谁 好 那两百张的票 我从那一天开始 我发现了什么叫噩梦 什么叫失眠 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自己要那么冲动啊 我是不是干脆再勇敢一点 打电话给他们总经理说 其实我那天是 有一点点冲动 所以能不能算了 但是你知道这么做很丢脸 那我又想到说 要不然两百张我就买下来赶快赶改天送给别人就好了 想一想 这个方法是可以 但是我知道从今天以后我在所有人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 那不是为了面子 既然有这两百张的姻缘 必定有他的道理 那还是睡不着怎么办 结果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这是菩萨要跟你的交换 这世间不会每个人 因为你努力就会成功 也不会因为每个人因为你愿意去承担事情 然后愿意做事 然后就一定可以顺利的 那我在想 为什么我这一生感觉因为我有努力 好像就比人家的姻缘特别好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自己就想了 突然间出现一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 就跟胡子欣长说的是 观星菩萨好像在你面前跟你说话 如果这一生啊 有人要跟你交换 这个交换是让你做件事情 但也有人要跟你交换是 可能一辈子让你躺在病床上 然后你就这样安老一生 你会做什么选择 当然希望能够有机会做一些正当的事情 好 那如果是的话 这个事情就是你的 好 从那一天开始我找到力量了 我说如果这是菩萨要我做的 我一定要认真做 那我要怎么做 我开始把我的朋友名单一个一个找出来 还有跟比较亲近的佛光人 一一的打电话 然后跟他们说明 我要办一个很棒的活动 你知道活动在哪里 不晓得 那我就想了很多很美好的剧情 告诉他们 可以在那里看日落 可以牵着你的另一半呢 看看夕阳 你知道这很美的 你多久没有这么做过了 你知道我一个一个打 当然不是每个都答应你 但是就这样一通一通 我连续打了三天 终于看到了熟光 我看到了熟光 六十个人了 再努力 一百个人了 我说好 可以出团了 但是我不想让大家觉得你们是在捧场 是在应酬 我要让你们觉得 接受我的邀约绝对是值得的 我一定要这么做 所以我很努力 我在零下十九度去彩线 那在彩线的过程当中 我在想到说 我如何能够让来到这里的人 能够享受到一个所谓叫放松 一个叫休闲 然后可以让自己真的可以有一些亲近 那这里呢 主题要怎么设定 要怎么有亮点 要怎么让人家互动 我很认真想了很久 那这个活动果然包装起来 甚至呢 我出团亲自带团 我买了商务舱 我为什么要买商务舱 不是为了享受 是我可以提早下来搬运行李 帮他们排好 让他们下来 我们的行李都到了 我记得你有去 因为我想要让我们领队知道 这叫服务 这是我们博光人需要的服务 我终于懂了 大师为什么要创办香海 其实就是希望 能够让我们平常忙碌的佛光人 有一天放一下工作 可以得到最好的服务 最好的安排 可以有收获 所以我知道这是我应该做 那果然大家给我的鼓励非常大 都觉得很超值 那甚至呢 最后从200人变成500多人 那我想 这个期许是 我知道 最后一分钟的补充 这些人我看到的是 我觉得他们终于可以代表师傅了 因为有一次 有一个突然间脑筋少一根筋的 隔天人家出国 是一个商业团体 大概有80个人 他居然半夜告诉我 我那时候游览车通知了没有 几点要接 怎么都没有讯息 他说我忘了 他说不是你要叫吗 不是谁要叫吗 结果居然游览车没有定 各位 游览车要接 80个人机场 这怎么办 这时候你的头皮会发麻 不可以动怒 你要冷静 我跟他们说 不要哭 不要骂 不要吵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还有什么方法 我有教你们玩过很多的游戏吧 潜能游戏吧 好 想一下吧 您知道最后 接到电话是 洪总 30分钟后会接第一班 另外一班马上出发 现在另外一班还没有找到 但怎么找到的 他们想到了 这个时候很多团体会派游览车到机场 回程的时候 如果他们没有班式 也许我们可以拜托他 他们一个一个拜托 一个一个被拒绝 最后是用下跪的 果然司机被感动了 在哪里 告诉我 30分准时把客人接走 另外一台 接着15分钟又来了 我想各位我们佛光干部 我们身边的人很多需要我们 要有这样的愿心跟愿力 那这份力量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谢谢 我们谢谢洪老师 其实他为我们承担了很多 其实我们有些都是今天也跟大家才听到 他也没有跟我们分享过背后的这些遇到的历程 他刚有一段话蛮触动我的 他提到每一段的因缘都有他的道理 今天我们来到福山寺的这一段的因缘 也有他的道理 那他看着我们愿不愿意自己去面对他 去承担 当然他也提到了当他问自己 观世音菩萨来问他 你在这一刻你希望你是躺在床上 还是你愿意去为更多的人服务 他选择的我要愿为更多的人服务的那一刻 他开始一一的去想办法 那我可以怎么样一个又一个的解套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去克服他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动 最先开始的时候 谈讲师有谈到三不一没有 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不什么 不辩解 然后不推脱 不逃避 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理由 所以我想有时候 一个观念 他当时在读书会的这一个观念 也让他后来学习的有更大的承担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侯明语谈讲师 好 接下来我想请四位的语谈人跟我们分享 跟佛观人来分享 你们觉得佛教信仰带给您 人生什么样的力量 一样是信仰 那我们在座所有的佛观人 我们是信仰佛教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佛教的信仰 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力量 我们先邀请宁宏玄协会长 我们热烈掌声 我想 整个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之上 我想在有这个姻缘 这个福气接会长 在会长的这四年当中 我敢说 会是你整段人生当中 最幸福最满满的 也是最值得你回忆的四年 因为在佛观会这四年的学习 可以很多的丰富你的人生 像承担会长 就我个人来讲 我从最基本的组长 副会长到承接会长 到现在这个职位 永远都没有觉得这个职位 职位卸下来之后 都永远都跟大家都一样 但是我会利用我的职位的时候 我想要可以发挥更多我的能量 我可以为大众来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在佛观会里面 我发现我的心胸宽广了 我的视野国际化了 视野更宽大了 甚至在会长里面 大家都要清安问好 减耳朵 做会长的博博 就慢慢的来调洗了 我们自己的傲气了 我以前的我不知道他傲什么 但是现在我学会来调伏 让我自己的身段柔软的 因为怎么样 因为在佛光会里面 你得到了好多的善缘的机会 广结的善缘 很多很多的一般可能你就是家庭主妇 但是承接了会长了之后 我都说了不起 可以去接那个一社区一联化 可以去社区来到去找对治理的理督 去找理督修 总督修 你们这社区 我要带我们很多人来这里给你们拜 来给你们做一社区一联化 能够好 慢慢的去推广 慢慢的去讲 我觉得目前的会长真的都好了不起来 为自己鼓掌一下 所以在当会长的这一段的学习当中 让我自己成长以外 真的 我想下一代 我们把我们下一代信任的传承 也是非常的重要 像在我家中 我的同修也是接会长 我都感谢我同修 他成就了我很久 他也看到我这样在佛光会一路的成长 就像我们在座的很多的职僧干部 像我们副总会长 还有我们杨正达理事 还有我们洪金的监事 真的 我都感觉他们是看我 从这样刚进佛光会到一路的成长 你们应该是看我 把我自小人看大了 所以真的可以印证佛法 尤其会长 在我个人身上的一个改变 一个蜕变 一个成长 在这里也很感谢我的同修 很感谢我们家庭 整个都是佛光会的语言 每天回去 像我们今天开完会 回去之后就会讨论今天的事情 好像在读书会 非常的快乐 尤其在佛光会里面 我学习到了更多的付出跟感动 像前天 昨天 风雨这么大 我们去立志中学办了一个三十系列的法会 我本来想说这个台风天应该会取消 但是在我们庙佑住持的带领之下 博光山慈善院依赖法师的带领之下 就说 这个法会不要取消 因为我们重承诺 我们跟立志中学 就是以前的 目前的少年港化院 我们跟孩子约定好了 我们跟很多的众生约定好了 相信众生在等我们 我们只要冒着风雨 这一路上进去就是室内了 没有问题 所以昨天的三十系列的法会 在我们师父的带领之下 还有我们所有很多的义工干部会长 这样付出之下 给他圆满完成了 在立志中学那些孩子里面 深深的好感动 校长他们矫正署教育部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佛光山 为什么只有你们的佛光山 肯这样子不做任何的申请 不用什么程序 就可以来关心我们的孩子 我想在这里 当会长你可以承接更多的任务 让自己更肯定自己 不可能的自己 真的 所以说 在座的各位优秀的干部们 精英干部们 真的要像我一样 会长没人要做 没问题 请拜托 请输我一票 请到我一票 请到我做会长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学会长 就是我觉得家人一起的参与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就轮流做会长一起在服务 我记得那个戴登 戴登中监事就曾经分享 他跟他的同修 立华 他们两个每次去外面餐厅用餐 那个老板就说 我明明看你们两个是老夫老妻 一般老夫老妻进来 这个我的这个店吃东西都是不讲话的 各吃各的 怎么你们两个人可以永远有那么多的话题 可以讲 因为他总是来到场参加活动 佛光会 有无数的话题 可以彼此的分享自己的信仰等等 就永远有很多的共同的信仰 其实这是很好的 所以也是可以像林洪玄协会长的 同修也有在场 今天好像有了 我们给他掌声 有吧 在这边 在这边 在那个 我想都是彼此的菩提眷属 那当然我觉得在学佛的过程里 更重要的 就是我们看是 我记得好像是吴斯达督导 他也说他做学校的教授 结果他的教师分会 副总教师分会 他本来教授都是教学生 就他一做会长的时候 每个干部都对着他讲 会长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子 他突然说 这是什么世界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 他开始学会去理解人 我们看是好像 刚刚学会长讲 千安忘好 严慕落 我们没有扫掉任何的东西 对不对 会有觉得委屈吗 会吗 其实我在赞美人 问候人的时候 我不断的是在 散播这个跟你结一份的好缘 而这个缘分会不断不断不断的扩大 最后还是回来 成就了我们每个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谢谢林鸿先协会长的分享 接下来我想请教金顺会长 你觉得佛教信仰带给您的人生什么样的力量 我们有请金顺会长 谢谢 感谢这个佛光会给我一个机会训练我自己 佛教信仰呢 早期对我来讲 打坐参禅 想要了生托死 这是一个理想 在心中所有的想法都往这个方向去执行 后来发现 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 我的内心里面一直想 佛教应该是很积极的生活化的东西 那不应该是我所有的这个新的理念 这种 念佛打坐参禅 了生托死的这个目标 那一直到 我开始慢慢的 接触到 佛光山的所有一切事物以后 我 发现 大师 对于佛教的注解 了解 才是真正 我心里面想要的 大师一直在说 佛教信仰 应该是以人为本的 宗教 那 什么叫以人为本 我们在 佛教的信仰当中 怎么样把人做好 那在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 落实于社会之中的每一点 那大概这个就是人间佛教的真正的实义 在我愿意 也愿意来承担 我这个在 在越南创建这个 国家会 做这个会长的过程 其实 我曾想象说 我该如何去执行这些事情 我该怎么样去面对 这一些事情 那 我看到的很多 大师 教导我们的 给我们的 在于人世间的 包容 也就是 你对 我错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就去除掉很多执着跟真实 在没有真实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我们才可以 融合 那在包容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接受更多的人 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 其实 是圆满的良好的人生 所以我更认为佛教其实 欢喜才是真正的本质 快乐才是我们佛教真正的目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 我们应该是 并持着这个 对我而言 我觉得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 而且大师本身是人间佛教的行者 那我如何把 佛教的信仰 落实到 生活当中 也就是 我今天的课题 也就是我之所以 借由佛教的信仰 而产生的力量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佛教信仰 对我而言 是我要相信自己 在相信自己的情况底下 我要不断地跟自己讲 我能做得到 我会做得到 我可以做得到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们都是以人为本 以福为基础 而来进行 真正的佛教实义 谢谢 我们谢谢林会长的分享 我相信他最后讲的 我们不断是透过佛法 来改变自己 来相信自己 然后面对各种的困难挑战 我们就说 我可以做得到 我能做得到 我会做得到 我可以做得到 那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我是佛 我们要相信自己 我能够为这个社会 能够做更多的服务 我们谢谢林会长 接下来我们请周學文 谈师 来跟我们分享 佛教信仰 能够带给您什么样的 影响 跟力量 这个 佛教信仰 带给我们人生的力量 对我来讲是很不可思议 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把它归纳了一下 人间佛教信仰对我的影响与改变 在40岁以前 我跟一般的佛教徒一样 觉得佛法很好 可以带给我们心里的平和安定 偶尔跟着家人到寺院里拜佛 但是40岁以后 开始我们多发心来参加法会 佛光会的活动 多来做义功 落实人间佛教的信仰之后 人生有了重大的转变 刚刚有跟大家分享 40岁那一年对我很重要 往后我这辈子才有办法当老板 那当然我们作为义功 行善的因缘增加了 人生自然往好的方向来转变 那我也整理了一下 这个人间佛教信仰 给我这一生的影响是 让我有正确的人生观 第二个有成功的事业 第三个有幸福的家庭 第四个有美满的人生 那当然我们回到这个 佛教信仰如何带给我们的力量呢 其实要从我们当一个佛教徒 发心立愿很重要 所有这一切的力量 都从我们发心立愿那一刻起 会产生无限的力量 那大师也可别开始我们 当一个佛教徒 随时随地我们要检视我们的发心 每天你碰到任何的人事物 没有办法解决的困扰烦恼 我们都来检视我们的发心 大师特别开始我们发心 有真上心 出离心 菩提心 那八菩提心 当然是上求活到 下化众生 那大师也特别 有个特别跟我们开示 八菩提心 就是要以出世的思想 做入世的事业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想法都要 要跳桌这个世间了 要出世了 但是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间 还是要在这个世间来做服务 成就菩萨道 那当然大师也开示我们这个叫佛光人的工作信条 这个工作信条都有帮助很大 就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我过去这一二十年 把这个信条 这个也是那个 十悲稀舍 事无量心 把它落实到 对这个股东 对客户对银行经理 这个对我来讲 对公司 对一个很有力量 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 那个时候公司在成长的时候 公司也没有缺钱 但是你公司成长越大 越不缺钱 银行越想借你钱 然后银行经理有时候 拜托借个几千万 放个半年一年 我同修是 他说如果不要利息 我们就借了 他跟我同修讲 大师跟我们讲 要给人家欢喜 给人家方便 所以有时候银行经理带着干部来 我借个几千万 放个半年再还他 银行也很高兴 就是这样的因缘 其实发生火灾以后 那个银行经理都不好意思来跟我们要钱 他平常需要 我的时候我就帮助他 当然是 这个是大师的 这个工作信条 佛光人工作信条 对很重要 当然我们也要去时刻去想 大师也开始 我们怎样做个佛光人 我们常常要想常住第一自己第二 大众第一自己第二 事业第一自己第二 佛教第一自己第二 我们当一个佛光人 佛光干部 常常会碰到不同的人事物 碰到各种的困难挫折 那那时候你要赶快去干大师的书 大师如何开示我们的 这些原则方法 指导的方向都很重要 当你思维这些以后你就突然间就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 解决你的问题了 好 那这以上是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那祝福大家 我们在这一生的菩提道上 希望祝福大家要有猛精进 苦慧圆满 承担佛光会会长干部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周常常师 我想真的是 依大师给我们的法语 如实的在生活里面修持去实践 然后不断的发心立愿 发心做会长 发心做理事长 发心做监事长 我们洪老师发心做总经理 他的发心的背后 有好多的成长跟承担 跟看到的事业 看到的视野 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谢谢周旭文谈讲师的分享 那最后我想请洪明玉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佛教信仰带给您的力量是什么 谢谢 这一生如果问我的成就 我可以用事实的说法 是我发了两个大财 那一个是 当我事业 算是做得很不错的时候 我依然投入到大陆去 但是那时候大概短短不到两年时间 已经把所有赚的差不多都要花掉了 后来我觉得音源很巧妙 是我接触的佛光商 那在大师的书上写的 给给给给给给 其实听起来很简单 但我就很认真在思索 我说为什么我们都不能成功 明明人家说这是一个这么好的开发市场 后来我终于看到一个字 给 那这个给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 如何真的能够以人为善 然后能够真正去帮助别人 能够去利益他 以前我听不懂这一些 因为知道做事情总有相对代价嘛 就是为钱做事才算数 但是那一次我知道说我们算了那么多 但是没有一样算得准 那如果现在真的也来学习说 如何帮助这些人脱离贫穷 因为他跟我们以前是一样的 那会不会不一样 所以最后想说留下这么一点点东西在中国 真的没有了就回来了 结果没有想到 就因为这么一个转念 那大师教我们的事给这么一个转念 我们居然是大逆转大翻身 所以我曾经最亏访的时候 曾经在大陆市场拓展到将近两千家连锁店 那是大师教我们的给 就是不计一切的给 如何真正帮助一个人成功 那是我亲身体会到的 那么第二个发财是到现在还在发财 发了什么财呢 这是我儿子问我的话 他说其实爸爸我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会那么投入佛光一山 我说记得我们这一山获得最大呢 就是平安快乐幸福 这值得太多太多钱了 这是无价的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从你出生开始爸爸就接触了 我们佛光一山 但是你们都一直享受什么叫平安幸福快乐 是因为我在这里学到什么叫做给 什么叫以人为善 什么叫利他 那我的员工也曾经说 只要跟着红种走就对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总是有人辟因着你 辟友着你让你幸福平安快乐 所以我们跟着你 我们就无后顾之忧 我们可以好好努力 这是我们员工到现在 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互持 然后我的家人也很支持 就像有时候太太在开玩笑说 看你在教这些人 不管是我们以前香海的或者现在配合的旅行社业者 怎么来做好我们佛光一山的一些旅游安排 很辛苦比在教员工还辛苦 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 干脆这次做完就算了 我说好了我知道我明白 结果每一次绝对法师说 宏老师我跟你说 我们又即将到大陆这次有多少人 是是师父是是 好明白我马上处理 我女儿就会对着说 妈爸爸接到这电话好像跟刚刚讲的不一样 好像还挺开心的 对 那我刚刚说过 如果我们在座的事情是利他的 菩萨看得到 他一定会帮助你来成就这些美事 这些好事 因为你在替代菩萨做他希望做的事情 我们所有事情 所有我们总会 所有佛光先生发动的这些活动 都是为了利益社会 都是为了来影响社会 都是希望能够让我们佛光人 可以让世界看到 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因为我们这些都是菩萨的行者 如果说今天是佛光 精英干部培训 不如说是我们国家精英的培训 因为这个世界太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洪玄协会长刚刚说 立志中学 那是有六百多个小朋友被关在那里 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 所以他们被遗弃了 他们没有依靠 他们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但是我相信 如果他们看到今天有这么一群良善的人 一直在鼓励他们 一直在为社会做事 他们会知道这个世间 这个世界 还是有人可以带着我们走向一个光明的道路 这些都是我们佛光人的使命 当然还有更多更多 所以我想秘书长讲过一句话 我记得 只要你愿意发愿 你的生命会有源源不断的力量 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够发心 够发愿 愿意服务大众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让自己在生命中 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所以承接 不管你现在是会长 是什么干部 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认知 我们不是来应酬的 我们也不是来 交功课的 我们更重要的是 希望把它成为一个 成就我们生命 不凡的平台 让我们以后都有故事 来告诉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的下一代好不好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冯明玉老师 我谢谢你 我们一起来发愿成为那一道光 成为家庭里最亮的光 成为我们每个分会的那一道光 成为道场的那一道光 成为社会上最亮的那一道光 就像我现在在台上看到的所有的人 我们的身上都散发着那一道光 让我们发愿从福山寺这里 把这一道光照射到 传到我们每一个角落 祝福大家 有些 animalaniu 传到我们每个人都是 每个人都散发着封面 都散发着 挑战